前三季在台灣的電動車的銷售市場 二到只沒有特斯拉、馬頭、歪七千多台的多 新品上市厲害啦 清潔室內的 Aktisai 柑橘清潔劑 天然的啦 無毒無害不刺鼻 車內皆可擦拭 怎麼使用呢 好用我才敢推薦啦 整個二月買一送一都給你啦 請下TOM賢蝦皮商城 Aktisai Aktisai 柑橘清潔劑 Aktisai 柑橘清潔劑 Aktisai 柑橘清潔劑 好你記著來一下 我們今天來試這個Volvo的XC40 Recharge 2024年式的 所以今天一開場就直接在車上了 車主哪裡人 彈指的 靠腰這麼近喔 就這麼近 今天在台中的飛眷車體貼模 你是貼那個犀牛皮嗎 貼犀牛皮的好處就是你其實在維護車 不加方便 不要去飛眷包 是因為他們說終身保 他們的服務真的很好啦 對 我們都希望未來可以得到 很不錯的售後服務啦 就是說我今天貼了一年兩年三年 我要回頭找店家 我是找得到他的 那店家是會有熱心做這個售後服務啦 好第一次開到Volvo的純電動車 今天不會針對裡面的平台去特別去聊 因為這就跟我們之前拍的XC40 原則上都是一樣的啦 唯一在2024年 唯一改變就是現在有加了這個TOMSHEN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一樣是用JOMALON的 藍風鈴的味道 你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刺鼻 會不會不舒服 再多兩個就舒服了 再多兩個 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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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請下TOMSHEN蝦皮傷神 我們來上面跑一段快速道路啦 電車下去就是好舒服啊 他們有那個Lag 每次開一次要講一次 後面這位車主就是之前兄弟的車主 來看一下 兄弟的車主 我有問他說那你開完要不要再開油車 他說不會啊 他還是喜歡開油車啊 我說你們兩個好朋友兩個互換一個禮拜就知道了 開完油電車開不了油車了 當你在爬山或是再過一個彎再上去的時候 告訴你那個電門跟油門差好多 當然這台車雙馬達的已經來到了408匹啦 扭力已經來到68.3匹 比二三年四多一公斤 加速度之前二三年四是4.9秒 二四年四是4.8 你看我剛剛都沒有踩剎車耶 基本上讓坐車的人 你不會不舒服 你看Vovo的隔音上來其實不會差啦 而且它的玻璃喔 也都是緩緩的 對不對也都是緩緩的 豪華車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系統 應該是跟我們之前拍的Ionic 6很像 你看我沒有ACC喔 我沒有開ACC 可是它可能會有偵測到 我不會耶 我不確定啦 A5有說到嗎 這台車部分的話它就是 就算ACC那些系統都比較快 沒有開 一樣會有自主煞車的功能 它就是有這樣子的功能啊 你有用過它的PA2了嗎 有有用過 滿意嗎 滿滿意的很簡單聽掉 再來試試看Vovo的Level 2 他們叫做PA2啦 Vovo針對它每一年每一年的它的Level 2 它都有做升級進化 喔唷 我旁邊的車主抓不到了 你看電車就是這樣子 68.3的扭力 很恐怖喔 車兩噸一 它每一年每一年在更新啊 如果是二三年式買的 電池的容量的度數就是78度 那現在新的是82度嘛 車主當初在買Vovo的時候啊 你會不會覺得說很掙扎 當初買這台是蠻掙扎的 太太突然就跟我說 她突然說要換車了 有一個同事就是在經驗 遇到事故 前面的電子車煞車 後面的電子車沒看到 就中間就像肉餅一樣 就被夾了 就走了 也因為這樣子它就意識到說 那車子是不是 可能就滿安全性一點 開始爬文就覺得說 那Vovo車是那一種度夠 Vovo確實安全啦 人名確實也只有一條而已 真的 錢又賺就有了 那你在看電動車的時候 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開始其實不是選電動車 那是因為太太說 小Vovo的結構好的車就好 Vovo進原廠 它的維修費其實也不算低 後面討論討論一下 還是我們都轉一下 直接改成電人的 他們有再去看過 譬如像特斯拉啦 BMW啦 賓士啦 等等這些電動車 第一個看當然是看特斯拉嘛 當初就覺得 光是它的系統 它那些先進系統一看 都整個就著迷了 後面我的太太只是講說 唉我不考慮 不考慮的點是什麼 不考慮一開始講說 我要安全結構 特斯拉其實也算安全的 我太太就是覺得就是Vovo 他主觀他認為Vovo還是什麼 他要買安全的車啦 其實歐西車都算安全啦 而且絕對沒有做講 最近這個話題很敏感 我不敢講 你也不敢講 我沒有講啊 因為你開400公里而已 說實在話 我問你講開起來的感受度 因為你也才剛在熟悉它啦 但是我只能說 在熟悉它 你會蠻容易上手啦 剛剛這樣子 一路過來到這邊 你們後座先讓現代車主來感受度怎麼樣 它的剛性結構真的不錯 車子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 很安穩對不對 那椅子的部分 我覺得支撐性不錯 背的傾斜度有點可惜啦 不知道為什麼它Vovo 它設計師在設計這個XC40的喔 他為什麼要把椅子做成90度啊 它如果真的能一點角度就好 不要太多啦 這台車差不多接近完美了 完美 來我換我問你來 車設施 我針對乘坐品質 我覺得支撐性很好 當然啊 那我現在講缺點 因為我的腿真的很長 就是啦 真的啦 椅墊啦 椅墊那個 笑死人 誰笑我在亂車啦 真的椅墊的長度 就變成說我要用腳去Hold住 它的椅墊後面不夠長嗎 不夠 真的不夠 椅背你坐起來啊 如果說挺我是覺得真的還好 應該說我平常坐的椅子就比較挺 所以我覺得我習慣 跟坐姿也有關係啦 有有有 有些人坐比較爛喔 像你一樣會 什麼我比較爛爛 我背後 剛剛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剛才一路這樣子順順的過去 它偵測到前車有沒有 它就把我緩緩的降速了 我覺得這點真的不錯 你們去試的時候 也去試試這個東西 我每次坐到我的車子 我都覺得它的椅子 支撐性 包覆性 各方面 我真的覺得很棒 它可以符合很多體型在做 這個真的要把握一下 你們坐車內的 你們覺得隔音怎麼樣 來第一個一個一個來 競速性你滿意嗎 我滿意滿意 滿意 你覺得它隔音怎麼樣 我覺得它隔音還不錯 然後頂多聽到輪胎的聲音 我要嚴格一點喔 嚴格啊 你看像這樣車子過去會有聲音 最近試了一台車就BMW iXY 對 我覺得它的速定度比這個好一點點 沒錯 實在化 整體做起來的速定度我覺得真的不錯 有水準 有 家裡有沒有辦法充充電裝 不過我現在充電裝 現在VOVO充電裝不是半價嗎 訂車是說半價 就直接送了 真的喔 不錯喔 對於未來充電你就不用擔心了 雙馬達 WLTP 我查了一下 82度電池容量 公布是530幾的樣子 你是開Recharge的車主的了 你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在影片下方 那像車主它更方便 它家有充電裝 每天回家掛著就可以 你的工作距離呢 好如果說 下次你有去跑台北來回 分享給大家啦 我相信大家針對這個里程 也很在意 等一下來找一個靜態點 好 Go 進來了啦 欸怎麼樣 不一樣喔 偶爾換換風味 這個車子 原則上2017年上市的XC40這個車型以後 走到現在 六年即將邁入七年的 沒有改變嘛 2023年導入了這個Recharge 所以我們想說它進入了電車 我們來拍一下 目前還是油電平台共用啦 未來你會看到VOVO一系列的電動車 EX30 EX60 EX90 國外已經有看到EM90 喜歡VOVO的也可以拭目以待 XC40 在台灣的銷售量其實一直以來都不錯 接收度蠻高的 對 還有一個很大原因 它有做了一個T2車型 價錢壓在150萬以內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賣的真的不錯 在台灣的汽車銷售排行榜 前三季 其實它是前十名的 那Recharge來講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台灣前三季的電動車的銷售排行榜 第一名肯定是特斯拉 Model Y有7000多台 第二名是BMW的iX 1600多台 第三名Model X 1300多台 第四名BMW的iX 700多台 第五名KIA的EV6 也是700多台 第六名BOBO的XC40 Recharge 也是700多台 第七名的話 就Toyota的BZ4X 500多台 第八名Tesla Model S 也是在500多台 第九名也是Tesla Model 3之前有在賣 也是在500多台 第十名是BMW的iX1 495台 前三季在台灣的電動車的銷售市場 二到直沒有Tesla Model Y7000多台的多 Tesla 現在在台灣的電動車市場 還是No.1 不然全球它也是啦 OK 那我們來講講 24年式的XC40 Recharge 它的改變 丹馬達它23年式是179萬 24年式漲12萬 191萬 馬力提升的7匹 扭力提升的9.2公斤 所以是238匹 跟42.8公斤的扭力 0百的話是7.3秒 那電池容量是69度 二代的泳池同步馬達 那現在同步改成為後軸馬達 就是後驅為主了 那後驅的好處就是操控變好了嘛 沒錯 各方面的高速穩定性就是上升嘛 雙馬達的部分 它在23年式是219萬 24年式漲3萬 222萬 它的充電功率從150KW 提升到200KW 電池流量從78度 提升到82度 馬力一樣是408P 那扭力增加1公斤來到68.3 所以它0百塊的0.1秒 那是4.8秒 再來就是 他們有針對前馬達後馬達 是5050 24年式前面是159匹 後面是249匹 沒錯 來加起來 408 到底要買單馬達就好 還是買雙馬達就好呢 有 我分享給大家 單馬達跟雙馬達差了31萬 第一個買到雙馬達嘛 再來有多光速它有環景系統 哈門卡登的13支音響 單馬達只有8支 所以說你們自己去斟酌 單馬達跟雙馬達你都去開過以後 雙馬達確實比單馬達要來得好開蠻多的 再來至少也很定道 四輪傳動啊 單馬達後輪傳動來得好開蠻多的啦 OK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碎質 238匹 剛好未來的馬力算碎質 11200多塊 408匹的達到28000多塊了 那你們自己去斟酌吧 電用車就像我們更新手機一樣 一年一年再更新的速度很快 去年電池流量78度 今年變82度 也許明年變90度了 今年408匹 明年可能變508匹了 電車就很像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你就要有認知啦 你不要去想說未來電池會不會壞 你不要想這個問題 你車你就繼續開吧 以台灣人用車的週期 我覺得你開個8年10年 也許你的大電池不見得會壞掉啦 那以Volvo來說啦 它是有27個電池心理組成的啦 哪一個壞壞哪一個啦 這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你如果是要入主電動車的 不用去想到後面說 未來我開了5年8年 賣的行情怎麼樣 電池壞掉了怎麼樣 其實不用想太多 只是你心態要建立好啦 未來真的我要再換車啦 對 我是真的會換電車 影片今天大概就到這邊啦 好 那每次車主出來 我們不是都有送他的東西 一樣送他石墨烯 車基維護劑 車基維護劑 你慢一秒 再一次 石墨烯 車基維護劑 very good 好啦 車主聽到我要送他這個他很開心 因為他去飛眩車體貼膜貼犀牛皮嘛 對 那需要維護他嘛 你就可以用石墨烯去維護你的犀牛皮 洗完車乾淨了 噴在布上面 當收水擦一擦 保護你的磨面 你讓你的磨面 滑溜滑溜 潑水性變好比較不會髒什麼髒東西啊 就是可以保護你的磨面 好不好 今天影片大概就這樣子啦 好不好 雖然有一點點懶惰 但是背東西我也背得很辛苦 還是我在這邊高歌一曲 不要了 我要關掉 很多粉絲也很喜歡聽我唱歌啊 你為什麼說你不想要聽我唱歌 到底是誰 有啊 有很多留言說 哈哈 你還封守人家啊 你有發現我們最近剛剛開始拍影片有沒有 對 我們用這樣子一搭一唱 得到很多熱烈的迴響 是不是 你好好的提升自己 你要好好的去回復我講的話 比如說我跟他說我要唱歌 你要唱歌 你要說OK 沒問題 來不然我們獻上一首歌 馬上就下音樂 沒有 我是想要讓大家看完完整的影片 不要到這裡到這邊 哈哈哈哈 下去